每年2月为台东蓝宇飞鱼季节 而为了维护蓝宇地区的飞鱼文化传承 取地破坏海洋资源行为 海巡署东部分署从7号起 正式执行蓝宇地区 以及周边海域海洋资源的维护专案 加强巡查的密度 以及海面目标掌握与辨识 希望能够协助延续守护蓝宇的传统飞鱼文化 每年2月是台东蓝宇飞鱼季的时期 同时也是飞鱼季活动的重要期间 海巡署为维护海洋资源 自106年起执行专案行动 加强蓝宇周边的海域巡查 今年则在7号上午正式展开 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但是为了要维护我们这个海洋生态的永续 跟我们这样的传统飞鱼文化的永续 所以我们赶紧接续执行这样的工作 那在执行这个工作期间 我希望可以注意到几点事情 第一点 在执行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去充分的尊重 跟理解这个整个蓝宇的背影文化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这个情况 整个要弹性灵活 那这个海洋情况 要谈进调节 那你看像在海上的部分 现在海情对着同的这些性 因为恶业刚好是在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 那我们来向 海巡署东部分属表示 专案将规划派遣100吨的巡防艇 执行南与周边海域的巡逸任务 配合暗计巡逻勤务及安检作为 加强南与暗计及周边六海里的执法行动 借以维护海洋资源 记者潘俊尔台东市报导